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力热把驾驭这样的大女主角色还是不成问题的 《长歌行》中的李长歌 他就诠释得非常好 看遇到片 他有一身红衣 干脆利落的造型 也有在战场上 身穿盔甲 浴血拼杀的造型 还是以少敌多 导演把控好 会非常精彩 比起战争 他帮太子韩叶连破舞弊案和贪污案的戏份 应该也会非常精彩 既能展现他作为幕僚的运筹帷幄 也能推进他和韩叶的感情 而且 这一对看剧情是女强男弱 会很有反差感 迪丽热巴本身是美艳型的大美女 演起这种感情中强势一方的角色 非常有魅力 霸气地说 我拿三万水石做聘礼 韩叶可是拿整个国家做嫁妆 只是 遇到片中还有很多年新片段 他也会穿一身粉嫩裙衫 却慌乱地关上门后 躲在后面哭 演员阵容雄厚 预定爆款 迪丽热巴作为女主角自然不必说 是顶流小花 搭档唐嫣 罗进的克拉恋人 凭借高文一角斩露头角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 是眼白放久而被观众所熟知 可爱 古灵精怪 却又痴情于东华帝君 后来还搭档高伟光拍了三生三世 枕上书给观众圆梦 现代剧漂亮的李慧真理 他也不在乎自己的美貌 敢于半丑 搭档无垒 赵露丝的长歌行他演活了李长歌 搭档任佳伦 郭小婷的与君初相识 同样是九尾狐 纪云河和白凤酒却完全不一样 现代剧也有小田剧 你是我的荣耀 搭档男主角杨阳 大明星和科学家的故事 很不错的下饭剧 可以说一直都有作品呈现出来给观众 龚俊算是凭借山河令一炮而红的 后续的资源也很不错 在狐妖小红娘已经能搭档杨幂做男主角了 网友戏称她一个人 合作了家行的两位女顶流 预告片里两位主演的颜值 演技都过关 播出效果预测是爆款剧 配角阵容也很令人期待 男二号刘宇宁 搭卫生得非常快 说英雄不是英雄厉 还给曾顺希做配角 带播剧作自己的光丽已经成了刘涛的男主角了 正在拍的《一念观山》是刘诗诗的男主角 可以说 她的热度远远高于一般剧里的男二号 预告片里她只有一个镜头 但造型不错 期待剧播出之后的更多表现 还有一个观众比较熟悉的演员 杨明娜 在很多剧里饰演妈妈类的角色 长歌行李她饰演一成公主 粉丝建议用原因 改绿镜和妆容 安乐船预告出来以后 迪丽热巴工作室下面粉丝都在质疑为什么用配音 建议改成原因 建议修改滤镜 拒绝龙须刘海 似乎是因为在长歌行中 迪丽热巴就有龙须刘海造型 被观众吐槽了 所以建议这次避免 不过大多数都在提醒 争取用原声 今年起 好多剧似乎都执着于要求演员用原声 不允许用配音演员了 陈香如戏开播前 主演粉丝也争取了很久 最终版本出来 用了诚意的原声 不过 这部剧里不仅是迪丽热巴用的配音 男主角龚俊用的也是配音 如果自身台词功底不是很好 还是用配音比较好 不然用了原因只会被批评 请君开播的时候 虽然热度不错 很多观众却都在吐槽人家伦的原声台词 中气不足 影响官具体验 迪丽热巴似乎在你是我的荣耀里面的 乔晶晶用的就是原声台词 没什么大问题 功底还可以 《公诉精英》里他用的也是原声台词 粉丝应该是清楚他的实力才提建议 毕竟不用配音的演员和用配音的演员比起来 不用配音的演员是会被称赞台词功底的 虎装市场又热起来了 这部剧和陈晓毛小彤的《云香传》都有女强男弱的设定 这种类型很久没见了 期待播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